各位朋友大家好 公元1840年第一次鸦片战争爆发 到了公元1842年鸦片战争结束 大清国战败 签订了后来被称为藏权辱国的第一个不平等条约 南京条约 南京条约的主要包括以下几点 一个呢是无口通商 改变以往只有广州以港通商的情况 再一个呢就是双方互派公使 中国的海关关税也由中英双方协商确定 再有就是2100万两白银的战争赔款和割让香港 割让这个词呢是后世用的词汇 这就显得比较狠比较痛 在当时呢英国方面用的词是给予 而清朝方面是说赠予 顺便说一下 这里提到的香港并不是现在的香港全境 而只是指的是香港岛 一个在当时只有80多平方公里的荒村 那么南京条约到底是不是一个不平等条约 细心的朋友可能会发现 南京条约中的很多条款 与当年就是在公元1793年 马尔加尼带领着使团出使中国 希望与中国建立贸易关系时 提出的条款基本上是相同的 除了战争赔款 因为当时并没有爆发战争 自然不会涉及到战争赔款 马尔加尼当时提出的条款也包括要求清朝增加对外的贸易港口 也包括双方互派公使协商关税 甚至也包括请求中国能够给他们一个沿海的小岛 这样呢方便他们的远洋货船能够在这个岛上进行修补和装卸货物 那么问题来了 如果南京条约是一个不平等条约 里面充斥着霸王条款的话 那么当年马尔加尼带着700多人的使团出使中国 拿着这样的霸王条款 他们到底是来给乾隆的生日送礼 还是来送命的呢 这些条款是战争的霍一方英国最终获得的战利品 那么反过来推 如果在没有爆发之前 马尔加尼和他的使团就拿着这样足以导致战争的条款 来中国商谈的话 他到底是来协商的 还是来宣战的 马尔加尼肯定不是来送死的 也肯定不是来宣战的 原因有以下几点 第一 在马尔加尼来中国之前的100多年 在差不多所有英国人的心目中 中国是一个理想的国度 通过一些传教士和从中国回去的一些人的介绍 中国是一个富饶美丽 人们又彬彬有礼的东方大国 在一段时间 由于欧洲经常爆发宗教战争和宗教的迫害 所以那里的人们更羡慕中国这样一个世俗社会 这样一个不是由宗教由神来主导的社会 所以马尔加尼去中国之前 绝对不会带着任何的战争企图的 那时候的英国人不敢 也不希望两国之间会爆发一场战争 事实上在战争爆发前夕 也就是公元1840年的4月7日 在英国下议院表决 要不要对中国发动一场战争的时候 最后也只是支持一方 以271票对262票的9票的优势获胜 这还是马尔加尼使团灰头土脸的回来 并且了解到中国这个貌似强大的庞然大物 实际上已经腐朽 千疮百股 不堪一击的时候 英国的下议院才做出了这样的选择 是想在使团出使之前 下议院一定不会做出开战的决定 说起来呢 有点讽刺意味的是 在当时双方争执不下 而反对的一方又略战上风的时候 一位支持开战的议员的一番讲话 扭转了局势 这位议员叫斯当东 又叫小斯当东 他是一个中国通 他就是40年前 随马尔加尼的使团一起出使了中国 当时他只有十几岁 他的父亲老斯当东 是这个使团的副团长 小斯当东似乎是有语言天赋 在这路途之中 他就学习了很多中文 所以他见到乾隆以后 能够与乾隆用中文进行一些简单的对话 乾隆非常喜欢这个聪明的小孩 还特意将自己身上寄的一个荷包送给了他 40年以后 当年的孩子已经成了一名中国通 一名下议员 根据他所见识过的大清国 他知道用什么样的手段 才能让傲慢的大清国皇帝听他们英国人的话 1793年的马尔加尼肯定是不想战争 所以他才用给乾隆皇帝祝寿的名义 而且不惜花几万英镑 精心准备了送给中国皇帝的礼物 这些明显都带有着讨好的意味 基于此他就不可能带着一个霸王条款去建大清朝的皇帝 那么乾隆皇帝为什么不能接受这些条款呢 最后导致了在40多年以后 除了全盘接受这些条款以外 又搭上了2100万两白银的战争赔款 这不是赔了夫人又折兵吗 是不是这些条款对于英国人来说 他们认为是可以接受的 是可以商榷的 而对于当时的大清朝 对于乾隆帝来说 接受这些条款是极大的侮辱 是断断不能接受的 其实想想似乎也不是 英方要求增加对外贸易的口岸 当时乾隆帝只允许广东十三行一家对外开放 可是在乾隆帝之前的康熙朝 可是有五个口岸同时开放 所以即使是增加几个口岸 对于清朝来说也是有先例可循的 而且这个先例还是来自于乾隆最崇拜的爷爷康熙 对于乾隆来说增加口岸应该没有什么心理压力 再有双方互派公使 这对于乾隆帝来说和上一个条款一样 也是有潜力可循的 也是发生在康熙朝 当年沙俄的使团曾经拜见康熙帝 希望能够允许沙俄的使团在京斗留在京做生意 康熙皇帝都愉快的答应了 有阻力可循又同样来自于他崇拜的爷爷康熙 那对于乾隆来说 答应这个条款应该也不成问题 比较麻烦的可能就是英方希望大清朝能够给他们一个沿海的岛屿 让他们能够在那里修补远洋而来的船只或者是放置一些货物 这对于乾隆帝来说是有难度的 毕竟不管多大的土地那也是祖宗基业 不过呢 这一点也是可以谈的 英国提出的这些条款并不是最终的 肯定是有商榷余地的 相信马尔加尼为此也做好了充分的准备 这个岛屿可以是给他们 也可以是租给他们 主权还是在大清国手里 租给他们一个当时荒芜的 鸟不拉屎的地方 而且还能赚一些租金 对于大清国来说 也并不是一件做不来的事情 那么综上所述 既然马尔加尼带来的这些条款都是可以商榷的 并不是绝对意义上的霸王条款 而这些条款最终又通过战争的手段 落实在了南京条约之上 那么南京条约真的就变成了不平等条约吗 如果说不平等的话 那只能出在战争赔款和割让香港上 这2100万两白银实际上是分成三部分 其中1200万两是赔偿英国在这场战争中的军费开支 600万两是赔偿林泽徐在虎门销毁的那些鸦片 另外还有300万两是赔偿英商被清朝官员勒索的那些钱财 清朝方面的这次军费开支是3000万两 考虑到清朝是本土作战以意待劳 而英国方面则是万里波涛踏浪而来 军费开支理应比清朝要多 所以1000多万两白银对于清朝的官员来说 这是一个可以接受的数字 至少并不离谱 顺便说一下 清朝怎么花了这么多钱呢 其实这3000多万两白银的军费开支 其中被贪污的部分占了很大的比例 一些清朝官员甚至虚构了一些从来没有发生过的战斗 以此来申请那些军费 同时又报工 按他们的说法 那些英国的士兵被他们杀了成百上千 而且无一例外 全部都是投海而死 死无全尸 当然不能有尸首了 这样说就是为了让他们的战功能够死无对证 试想一下如果当时清军是与中国人长相相似的民族作战的话 那么会不会出现杀粮冒工的行为 我相信肯定会有的 此外呢 那600万两在虎门被销毁的鸦片的损失 按中国当时的官方数字 被销毁的鸦片价值1100万两白银 所以600万两这个数字也并不是完全不能接受的 战争失败的一方要赔偿胜利一方的战争损失 这在当时来说也是国际惯例 英国与法国的战争中英国打输了也赔过款 法国也赔过 只要赔偿的数字不是狮子大开口 那应该也不能算是不平等 那么如果战争赔款也是可以接受的话 那唯一剩下的就是割让香港了 在条约中写明的是给予或者说是赠予 割让自己的领土出卖主权 这无疑是一件耻辱的事情 但当时的清朝皇帝是不是这样想的 还真的很难说 毕竟在这之前 康熙帝与沙俄签的尼布楚条约 已经割让了300多万平方公里的土地 那可是富饶的西伯利亚 是苏武曾经牧羊的地方 从此以后中国也失去了北冰洋和北太平洋的出海口 而沙俄的胃口从此也是越来越大 在教科书上说 尼布楚条约是一个平等条约 我也只能对此呵呵了 清朝军队在取得胜利的情况下 还签订了这样一个条约 实际上就是用设计换龙椅 因为当时在这片土地上 有蒙古的克尔克 内蒙古和厄鲁特三大蒙古部落 如果这三大部落联手的话 其战斗实力并不亚于当时的大清 康熙不想再看到一次清兵入关 所以他将这块土地和这块土地上的人们 一块送给了沙俄 对于康熙来说 这三大蒙古部落就是脏水 他乐意将这些脏水泼出去 至于泼脏水的同时 也失去了承载这脏水的三百万平方公里的土地 康熙并不在 这也就是为什么康熙在得知尼布楚条约签订以后 欣喜若狂的原因 对于他来说 让俄国人来收拾那些蒙古人和那些不愿归顺的汉人 就是一个富有战略眼光的一箭双雕 所以当我听到电视连续剧《康熙王朝》的那首主题曲 我想再活五百年响起的时候 我真想说 算了吧 已经够了 如果你再活五百年的话 不知道什么时候 在什么地方的人们 又会被你当脏水泼出去 以保你的江山 你的龙椅万古长青 顺便说一句 《康熙王朝》这部剧演员阵容确实是遗留 几位演员确实也是演技精湛 但这部剧在历史方面是漏洞百出 除了我们大家知道的那句《我孝庄》以外 还有很多漏洞 甚至有些是是非颠倒 比如说在剧中 当康熙实行迁海令的时候 姚启盛和施朗是坚决拥护的 姚启盛甚至亲自去做拆迁的动员工作 但在历史上 姚启盛和施朗是坚决反对迁海令的 那么既然三百万平方公里都可以割让出去 那么割让给英国那区区不到八十公里 人烟罕至的香港应该也没有太大的心理障碍吧 所以综上所述我认为南京条约并不能简单的就认为是一种不平等条约 我觉得更像是一种城下之盟 作为失败的一方理应承担战争的损失和接受一定限度的惩罚 英国方面也只是实现了他在四十年前马尔加尼访华时的外贸诉求 又加上了一点战利品 在后世之所以这个条约被认为是一个不平等条约 我觉得呢很大程度上是出于政治需要 是为了当时反帝的需要 鸦片战争这段历史应该让我们更多的反思 这场战争为什么会爆发 我们又为什么会输掉这场战争 而不是简单的从历史事件中寻找自己仇恨的对象 我相信满清的统治者是希望我们这样做的 他希望当时以及后世的人将所有的过错都推在英殖民主义者身上 这样他们就变成了令人同情的受害者 他们所有的过错似乎只是因为他们落后 他们弱小所以就被强者蹂躏 其实如果我们反思 从1793年马尔加尼访华 一直到第一次鸦片战争爆发这段时间的历史 我们就能清醒的知道 本来可以通过外交途径解决的问题 因为清统治者的错误判断 导致了最后要搭上几千条人命 2100万两白银的代价 如果最终的结果是丧权辱国的话 那么到底丧的是谁的权 如果天朝大国因此受辱 我认为也是自取其辱 那么在这场战争中胜利的一方 英国就是站在正义的一方吗 肯定不是 他们也是希望他们拟定的条款是清朝方面可以接受的 这样的话可以使条约的尽早签订下来 他们也可以进一步更快的发展他们的鸦片生意 在中国的历史书中称这次战争为第一次鸦片战争 而在英国的历史书中则称为通商战争 或者是中英第一次战争 避开了鸦片这两个字 因为这两个字确实不太光彩 英国人很少提及这场战争 恐怕也是因为这场战争确实不是特别光彩 毕竟这是一场有鸦片的利益所引发的战争 很多历史学家和政界人士都认为这场战争对于英国来说也是一场耻辱 同样我们也不能把这场战争的责任因为鸦片的原因而全部推到英殖民者身上 我们还要有勇气面对一些基本的历史事实 第一鸦片贸易在当时全球范围内是合法的 宣布鸦片贸易非法是在一战以前1914年 因为大家知道鸦片不光是后来被当作一种毒品 同时呢 它也是一种药材 是有药用价值的 所以当时并没有禁止鸦片的贸易 即使是在英国的本土也是允许贩卖鸦片 只是在其他国家 吸食鸦片的情况并没有像在当时的清朝那样的普遍 银那样的大 东易弩公司生产的所有鸦片基本上都出口到了中国 鸦片虽然在中国境内是不能够吸食 也不能够贩卖的是非法的 但是正是因为这种非法 使得很多的官员和势力都裹挟在了鸦片贸易之中 毛取暴力 这也就是为什么鸦片在中国久禁不止的原因 因为这里面有太多人的利益 包括那些高官们 在这么大的暴力这么大的市场面前 英国的商人们自然会选择挣快钱 毕竟那些商人们可绝不是善男信女 那么乾隆皇帝为什么要一口回绝马加尔尼提出的外贸诉求呢 这恐怕最主要的因素还是因为礼节问题 就是三跪九寇的问题 大家知道乾隆一向是浩大喜功 在他这个实权老人的面前 英王乔治三是顶多了混一个圣诞老人 所以英国的使节在见他的时候 一定要像蛮夷的蜀臣那样对他行三败九寇的大礼 说起这三贵九寇之礼啊 这个是清朝独有的 在明朝的时候呢 臣子见皇帝也要行大礼 叫五败三寇头 但除此以外 官员之间的见礼 下级见上级也只是拱手而已 百姓见官员也是拱手 不需要下贵的 而到了清朝 清朝的皇帝要求臣子们见他 要行三贵九寇之礼 就是每次下贵磕三个头 下三次贵总共磕九个头 而且下级官员兼上级官员 百姓见官都要行贵礼 基本上在清朝时期 除了下贵就没有其他的礼节了 为什么满清统治者要规定这样的礼节 其实不过就是不断强化一种心理暗示 让你明白自己的地位 你是奴才 人家才是主人 你的骨气 你的尊严 就在这一次一次的下贵 一次一次的叩头之中 慢慢的消失掉了 在清朝的朝臣之上 大家可能也看到了 奏队也是需要下贵的 就是说在朝堂之上 不管你是想说话 还是想回答皇帝的问题 都得先下贵 而在元朝以前 中国的朝堂之上可并不是这样的光景 臣子对君王行的最大的礼叫起手 就是成贵子以后 头接出地要停留一段时间 这也只是只败一次 这已经是臣子对君王的大礼了 其次呢 就是顿手 所谓顿手就是 头稍微的接出一下地 时间很短 马上就抬起来 这个礼节要赐予其手 再次一点呢 就是空手 所谓空手 就是头根本就不接出地 只是做这么一个样子 那么如果双手抱头 这又叫什么手呢 这个呢 叫做严防死守 主要是为了防止挨揍 英国的使者 当然无法接受 这个明显带有羞辱意味的参拜之礼 所以他们坚持要向他们觐见他们国王时采用的单期跪拜礼 最后双方争执不下 有人呢 就出了一个主意 让英国的使团不要单独觐见乾隆 而与其他的外国使节一起给乾隆诸寿 这样当其他的外国使团行三跪九寇之礼的时候呢 英国的使节只行单期跪拜礼 因为大家都在一起 至少可以让英国使团的行礼变得不那么突兀 但是大家可以想象 高高在上的乾隆皇帝 一定也会看到了英国人行的那种 他无法接受的礼节 不过既然双方已经达成了默契 乾隆皇帝也就只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了 但是这么做的结果 也造成了英国使者无法单独觐见乾隆皇帝 也就无法向乾隆解释 他们精心挑选的这些礼品到底是什么东西 这就导致了乾隆将当时最先进的天体运行仪 当成了一个钟表 最先进的天文望远镜 当成了打猎用的望远镜 估计乾隆觉得这个望远镜是专门打猎户星座用的 而对礼品中那些当时代表着最高水准的连发火枪火炮 则更加是不屑一顾 英国使团花了一年多时间精心准备的这些礼品 根本就没有达到他们预期的效果 而这一切仅仅就是因为他们没有按照乾隆的要求行三跪九寇大礼 那么可能有的朋友会问 刚才提到的康熙年间的俄国使团 怎么就会得到他们所要的东西呢 其实很简单 就是因为俄国使团当时行了三跪九寇之礼 所以俄国使团就可以和中国人做生意 俄国人也可以在京逗留打几个月之久 而那些不愿意行礼的英国人 则遭到了满清皇帝最大程度的厌弃 他们最不希望看到英国的公使常驻北京 因为他们担心他们会经常遇到英国使者不愿行礼 这样的尴尬局面 这也是为什么后来的咸丰皇帝死也不愿意回北京 就是因为他知道北京有英国公使在那里常驻 所以他死也不愿意回去 于是他真的就死在了外面 所以说使团提出什么样的条款 其实对乾隆来说并不重要 面子是最重要的 在乾隆的心中恐怕一直有着一个万国来朝 自己是千古一帝这样的美梦 从几件事情可以看出他的这种心理状态 一件事呢是虽然没有万国来朝这样宏大的场面 但是当时确实市面上有很多的画作 画的就是这种万国来朝的场面 其中有英国人 有法国人 当然了 这种画面是完全是虚构的 但这并没有关系 画这些画的人自然也得到了乾隆的褒奖 马加尔尼这次携带的礼品中 还有一部分呢是英国出产的一种厚的面料 这应该是代表了当时英国的纺织技术的比较高的水准 乾隆将这些面料剪成小块 然后赏给了下面的那些官员 剪成小块的这种面料 其实已经没有什么用了 下面的官员们也深知乾隆这么做的用意 所以他们纷纷的写奏折 其中一定要提到一句 就是乾隆是圣君 威加海卫 像英国这样的蛮夷 都要来朝见我们伟大的乾隆皇帝 乾隆看了这些基本上千篇一律的奏章 是非常的高兴 非常的满足 但其中呢有一位山西巡抚 可能是没有理解到乾隆皇帝的心意 他写的奏折中 没有提到万国来朝这个点 结果引起了乾隆的大不满 特意拟了一份圣旨 将这位不识相的山西巡抚是臭骂了一顿 由这件事以及乾隆的一项所为 我们可以相信 英国使者没有按乾隆的要求行李 对别人来说可能并不是一件大事 但对乾隆来说则是 hurt my feeling了 其实啊 自秦以来 中国封建社会的专制程度 是逐朝代降低的 到了宋朝呢 更形成了士大夫与君王共治天下的局面 儒家思想虽然是为帝王服务的 但同时他仍然保持自己独立的人格 就像孟子所说的 富贵不能淫 贫贱不能以 此乃 大丈夫也 那些知识分子还是有着自己 知识济民的终极理想的 就像南宋张载所说的 为天下立心 为生民立命 为往胜 济绝学 为万世 开太平 但自南宋以后 封建专制的程度是逐渐增强 特别是到了清朝 更是将其发挥到了极致 明朝的时候 那些知识分子 那些士大夫们 还能够做到犯言直见 他们不怕皇帝杀 你今天杀了我 明天我就扬明天下 成了一代之臣 因为在明朝的时候 还普遍存在着这样一个舆论环境 而到了清朝 随着清朝统治者的一番操作 文人的脊梁就被彻底的打折了 文人们不敢涉及正式 只能醉心于考据学 研究类似浑香豆的茴子 到底有几种写法 这样没有太多社会意义的事情 公子珍就写过这样的诗 避袭未闻文字欲 著书都未道良谋 最终就造成清朝社会中 这种万马其音的状态 那么清朝的皇帝 特别是乾隆一朝 为什么这么醉心于搞文字欲呢 他们是没事找事 还是真的觉得有事呢 他们真的是害怕 真的觉得有事 康乾期间 封建专制的程度 可以说已经到达了极致 而封建专制有这样一个特点 当他的专制程度达到极致的时候 他就会视除他以外周围的一切为敌人 这一切包括所有人 他遇下的子民 那些平民老百姓 那些知识分子 那些官员 包括汉人 他们的盟友蒙古人 他们自己的族人 甚至于包括他自己的儿子 自己的兄弟 自己的后宫 自然也包括那些洋人 他就这样把自己真的逼成了一个孤家寡人 有时候他就像一个得了受迫害妄想症的精神病人 总是感觉到强敌环似 觉得四周的黑暗中有无数双窥似的眼睛 觊觎着他的王座 所以他感觉到了四面楚歌 变得卑躬蛇影 草木皆兵 而且啊 清朝还有他自己显著的特点 就是他来自于一个少数民族 来自于一个落后的文化 一百多万人淹没在几亿人的这种危机感 以及本身文化上的劣势 就造成了他心理上的强烈的自卑感 而这些自卑感和危机意识 又都进一步强化了他的防范意识 这样对全社会的压制也就成为了必然 有人说这个所谓的康前盛世 至少是一个稳定的社会环境 但我们要知道 有些稳定是高压换来的 这样的稳定是不会持久的 早晚会反弹的 而反弹的力度与他先前受到的压力 也是成正比的 这也就难怪到乾隆末期就爆发了大规模的白连教起义 以及后来的太平天国起义 不知道大家注意到没有 康熙也好 乾隆也好 这两个人都非常喜欢炫耀 喜欢被别人歌功颂德 乾隆自不必说 康熙对西方的天文学 还有那些所谓的奇迹银巧 都是非常的感兴趣 也都花了很多的心思去研究 但他只是自己学 并没有想着向全民普及这些自然科学知识 他自己学的目的 除了满足于自己的兴趣以外 康熙应该说是一个妥妥的理科生 还有一个目的 就是能够在汉塵面前炫耀 有一次啊 康熙是南巡到了南京 到了南京以后 他就让身边的侍卫去问远在京城的那几位传教士 问他们南极老人星在南京能否看见 在什么位置能看见 什么时间能看见 然后呢 在一天晚上 他就带着李光帝高士奇几位进尘 登上了南京的观像台 康熙就问李光帝 说你有懂星吗 李光帝说不太懂 只是灵星的看过几本书 康熙又问 说你知道南极老人星吗 李光帝说我读到过 说老人星一出天下太平 然后康熙马上就赤字李光帝 说你这是胡说 老人星是在南方 所以在北京你看不到 在南京就能看见 这与天下太平不太平毫无关系 李光帝自然马上就说 哎呀 皇上您实在是太盛名了 您怎么什么都知道 与康熙同时代的彼得大帝 也和他一样喜欢学习西方的这些先进知识 但彼得大帝和康熙不一样的是 他不光是自己学 还鼓励他的国人们去学 他甚至号召他的国民们 剃掉他们俄罗斯人灌流的那个大胡子 脱掉他们的长袍 换上西式的短衣 而康熙仍然坚持着剃发义服 最后的结果也不一样 彼得大帝领导的德国迅速的在欧洲崛起 而康熙治下的大清则继续的走向崩壁 清朝作为少数民族政权 他确实是吸收了以前少数民族政权的教训 比如说北魏 北魏是全部的汉化 甚至连他们的姓氏都改成了汉性 最后的结果是很快就灭亡了 然后是元朝 元朝和北魏不一样 元朝奉行的是你过你的 我过我的 蒙古人过蒙古人的 汉人过汉人的 元朝人的统治比较粗放 可能他也知道自己想管也管不好 干脆随他去吧 所以元朝也是二世而亡 到了清朝 他不想重蹈前两个朝代的覆辙 他一方面吸取学习汉族的先进文化 一方面又将这种文化中所有积极开放的成分 一一的剔除掉 压制住 清朝国作268年 不得不说 他的这种统治手段是成功的 但这种成功是满清统治者的成功 并不是以天下人的福祉为出发点的 所以由这种成功所促成的所谓的康乾盛世 那么也自然就不是天下人的盛世 而只是满清人的盛世 好的 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 感觉呢 还是有点意犹未尽 不过没关系 咱们来日方长 感谢大家收看 欢迎大家点赞订阅 这里是风夏杂谈 Frank家为您带来有温度的历史 咱们下期节目再见